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美股五盘节目 今天是纽约时间2015年3月25号星期三 周三受到美元走软的影响 华尔街股市小幅高开 目前投资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不减 美股三大七指在开盘不久以后便掉头向下 并持续走低 市场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季度财报 投资者正在期待美元走软以后 各大上市公司的季度财报结果 周三走强的板块有消费者 非必需品能源健康和材料板块 走弱的板块有消费者必需品金融工业和科技板块 早盘能源板块回突此前的涨势上涨了1.37% 油价今天也大幅回弹 纽约商品交易所4月份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 上涨了75美分 涨幅高达1.58% 报每桶48.24美元 受能源板块的带动材料板块稳步回升 像利拓公司和易康集团的股价都有2%左右的上涨 科技板块的公司表现不及大盘 IBM公司领跌 IBM早盘低开低走 下跌1.1% 报160.19美元 同样在科技板块上的苹果公司今天宣布 将在日本横滨开展研发中心 我们看到这一消息并未推升苹果的股价 早盘股价低开低走 小幅下跌0.62% 报125.9美元 美元的走弱同时也提振了大宗商品市场 金价上涨了0.59% 报每盎司1198.4美元 摩根士丹利最近大幅调降了2015年铁矿石的价格预期 至每吨57美元 从3月之前铁矿石的价格预期下跌了28% 摩根士丹利下调了2016年和2017年铁矿石的预期价格 我们来关注宏观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 美国2月份耐用品订单经季度调整以后是环比下降了1.4% 那么这一数据已经是连续三个月下滑 而且远逊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报告显示 所有耐用品订单市场的需求是普遍疲软 尤其是商用飞机和汽车的需求下降 是导致耐用品订单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个股方面 首先来关注巴菲特公司的最新举动 那么卡夫食品集团交易代码为KRFT 和巴菲特旗下的亨士集团宣布合并 那么合并以后将创建一家名为卡夫亨士的食品公司 那么目前卡夫集团已经是全球第二大食品公司 在全球145个国家已经开展了业务 那么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 卡夫亨士将成为北美地区的第三大食品饮料公司 我们看到卡夫集团的股价是迎来了32%的历史上涨 股价上涨了19.68美元 报81美元 今天还值得关注的公司有福特公司 那么福特公司已经宣布了三起召回行动 那么在北美地区已经召回了大约22万辆的汽车 原因是福特汽车内部确实存在安全隐患 增加了乘客的受伤风险 受此消息的影响 早盘福特公司的股价是下滑了0.75% 报16.43美元 以上就是美股在周三的五盘表现 感谢您的收看 财经记者徐一路在纳斯达克为您发回的报道